支联会一直在香港主办六四岛列活动 今年在九龙尖沙嘴的这个狭小空间内 他们尝试透过六四纪念馆 重现25年前天安门广场上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希望进来的人有个经验 就是六四经验 就是从一个盼望到一个失望 然后经过一个迷宫 可能很迷茫 可能不知道出路是怎么样 然后最后他们可以看到的是 民主旅行站 看到就是香港的中国晚会 希望看了之后 他们会觉得要为民主去奋斗 支联会在2012年开始 已经主办过临时进的六四展览馆 这个是第一个永景性的展览馆 整个筹判过程不可以说是一帆风顺 这个大楼的其他业主 对支联会提出了事发挑战 业主立案法团给展览馆发的律师函说 这座大楼只能用来做办公室 展览馆的存在会给其他业主带来滋饶 这次五楼业主设立纪念馆 它的龙头不等违反对大厦的公体 预期增加的大量房客和人楼 也会增加大厦面对的安全风险系数 超过超说超过九成的业主支持法团提起诉讼 让法庭来决定展览馆是否违反了公共契约所规定的用途 诉讼的费用将由他一例承担 支联会认为法团的说法他们无法接受 1989年6月发生在北京的学云增压震惊世界 香港当时也出现了大规模游行 认同这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 此后香港每年都举行六四足光晚会 自1997年政权移交之后 更是中国领土上唯一举行大规模岛链活动的地方 不过认同北京当年采取镇压手段 反对岛链活动的香港人也同样存在 超过超否认他的行为有政治动机 他也没有人在背后撑腰 但是在六四事件25周年之际发生的这起争端说明 六四事件的敏感性依然存在 BBC中文网记者叶靖思 香港报道 请的五四事件